在小峰家吃酒 小峰带我们来看果园看一下 第一次知道我要果园 是不是 我觉得四个人知道我最高 我说你最矮了 我都不好跟你们爬了 我还是 胖哥 那个是窝杆吗 对 这是窝杆 你来指导一下 你们那边是最多窝杆的 你们那边 这个人看这个果长是怎么样 这个果的话 你们这边肯定是比我们长得晚一点 我们那边可能这么大了 你们那边天气热一点 它要熟的快一点 跟这个差不多了 我们那边有这么大了 你们应征天 我跟你说指导越南了 你们要应征天 不愿意的话 等下每年又种的小小个的麻烦了 从刚开始的就是红橙白橙 橙子 改进慢慢改进 改成了种卧杆 卧杆 五名的卧杆是最出名的 我们那个时候去你们五名的时候 看见那卧杆这么大个大个的 好漂亮 四年前我们去过 还有一斤的 一斤的卧杆 有有 什么品种呢 反正它就是种在高山上面 它就容易大 然后皮比较厚一点 嗯 而且种好宽 它不是说 都是一个山 一个山头的这 它是好宽 一片一片的基石亩 一百亩都 抽到一起那种的 你觉得这我们过来怎么样 挺好的 适应吧 这个环境 本来昨天我们说要叫你们去我们那里吃饭了 然后我们一下子没想起来 我们村有一个老人家就是过生日 那改日改日 改日 今天还是一样的 明天啊 恭喜啊 叔叔叔生理健康 我会告诉我 我爸爸的 告诉我 待会当面再跟他说 可以可以 你看你看 你干嘛在后面不出生啊 他不出生的脸红了 又没说你坏话 有很多话说的呀 怎么现在又不敢 小青你变了 我跟你说 你也胖了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 饭可以乱说 但是话不能乱说 哈哈哈 今天放开自由发挥 哈哈哈 可以可以 现在我跟你说 你现在比以前也胖了 也懂事很多 是胖了点 我就觉得他胖了点 刚才他一来 我就说 我只是一看是胖了一点 爱情的滋润 我知道了 等下再说 等下他不好意思 慢慢学习 天天都在学习 对对对对 你看他那个耳朵跟着红了 我弟子跟小朋友 哈哈哈 不能不要不说话 等下说话 等下他吃饭吃客户都吃不下来 哈哈哈就麻烦了 这要从里面逛一下吧 在我们前面逛一下 能逛的 可以 最近病了 长大了 懂事了 真的吗 你是这样子认为吗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 你给小七两个真的是挺般配的 谢谢感谢嫂子的美业 好有夫妻相 对 整个什么时候请我们 喝喜酒 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跟你说我这个红包都在口袋 这差不多都烂了 不要急嘛 是不是这个总得有一个过程嘛 嗯也是 不要吓到小七啊 不要问他啊 不要问他这些啊 什么时候吃喜酒 会把他吓跑的 对 这个肯定懂了 对 反正你拿这里的话 你们 多交向他好吧 我不要说 不要不要说都交向他 拿到我们的地方 你要大陶到处去逛逛去旅游一下 这个我跟你说啊 桂林去了没有 去过了 可能没有旅游 那不是 不是吗 你肯定要去逛一下旅游一下 你没有去吗 不知道不想去 可以去桂林去旅游一下 下次回来再去吧 多去一下那些景点什么的 是吧 那种 那种想法 大把时间去呢 有的是时间 放心 不过现在也方便了 自己有车了啊 是 自己有个车也方便 最主要是把车买下来就轻松多了 哈哈哈 要好好的我加油 你们两个 听到没有 看好你们啊 嗯